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并无喝酒情况 因此警方再次询问阿姨人在哪里 过了一阵子 温曼口中的阿姨依旧不现踪影 警方认为她虽没有真的喝酒 但仍违反未成年持久规定 决定进行开单 这让温曼相当不满 认为警方刻意刁难 而她不止不愿配合 还口出恶言 最终警方受不了 询问同伴有默有手铐时 温曼决定起身逃离 在双方僵持过程中 温曼推了警方一把 录影机因此受到影响 画面中断 等到画面重启时 警方已将温曼压制在地 但她仍不断挣扎 甚至大骂警方拉机 之后温曼疑似正扎动作过大 踢到另一名远警重要部位 让负责压制的警方在她头上打了击下 此时温曼的男友上前企图阻止 但被警察喝退 最终温曼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遭警方上铐带走 警方在这段逮捕过程中究竟有默有执法过当 一直是网友热议的话题 虽然美国第五宪法修正案规定 民众在警方贞讯或调查过程中可以行使监默权 但警方如果有合理根据 Probable cause 进行逮捕或发传票时 民众需配合刑事 若是不从就有拒捕之嫌 不过警方的影片两次中断 让不少网友怀疑是不是有过程被搓掉 怀尔伍德警局发布声明 表示第一段影片是要记录酒测过程 之后温曼对啤酒来源交代不清 警方认为有开单必要 才会再次启动录影机 而第二和第三段影片有所间隔 是因温曼推挤才导致影像中断 专家认为警方逮捕过程应无违法 但在法庭上若是能提供其他的随身摄录机画面 将更据说服力 温曼2017年底才因窃盗 毁损财务等罪遭法院判处四年缓刑 如今又遭控犯下袭警等重罪 恐怕北面临牢欲知灾 整起案件将移交高等法院审理 预计在6月15日开庭